爆料中称华晨宇的新女友叫樊伯毅,2019年10月份两人曾一起去日本游玩,当时华晨宇在日本刚好拍摄广告,搜索华晨宇2019年10月份的行程,发现华晨宇确实有在日本拍摄广告。 樊伯毅在10月份的行程同样也在日本,樊伯毅还在微博晒出自己在日本街头的自拍照,并标注了自己的位置日本东京。 2021年的娱乐圈真的是一点都不安生啊,先是郑爽被曝代孕和气养,随后华晨宇突然公开自己和张碧晨有个女儿,接二连三都是令人惊掉下巴的大瓜,近日又有网友曝光,华晨宇疑似已有新女友了。 据网友爆料称,华晨宇的这个县女友是曾参加过明日之子第三季的学员,名叫樊伯毅,恰好当时华晨宇就在节目中担任导师,说起来华晨宇算是樊伯毅的老师了。 爆料来源是华晨宇已经脱粉的粉丝,爆料中称华晨宇和邓紫棋是在2015年底到2016年谈的恋爱,曾被拍到一起在公寓过夜,后来因为粉丝和公司的压力两人分手了。 因为恋爱和整容,有很多粉丝都脱粉了,为了继续圈粉,华晨宇便时不时地以闭关为游玩消失,以至于后来他和张碧晨生子,以及有新女友的事情很多大粉都不知道。 也许很多人对这个女孩都不太熟悉,小编我对此人也是一头雾水,查了一下关于她的相关资料,也是少之又少。 其个人简历上只记载着她现年22岁,在明日之子水晶时代的选拔赛上成功晋级25强,职业是原创音乐人,代表作为在雕刻时光写的民谣,除此之外,再无对她过多的介绍。 而在节目中,华晨宇曾是她的导师,二人彼此间还互动频繁。 樊博义虽然颜值没有张碧晨那么妩媚,但她身上那种邻家女孩单纯清秀的气质,却是张碧晨所不具备的。 另外,她这个女生性格特别外向,喜欢说笑,在节目中经常会斗得宋丹丹和华晨宇等导师们哄堂大笑。 为此,宋丹丹还告诫过樊博义,最好不要当一个华老女生,说得越多越露怯。 而华晨宇对樊博义却一直都很欣赏,称她的声音比少女还要少女。 换而言之,华晨宇和张碧晨现在是属于在没有婚姻的关系下抚养孩子,这很有可能是和华晨宇现在的新恋情有着很大的关系。 还有网友爆料,华晨宇在上歌手时候和梁田的应该真,早期可能还有李飞尔。 中间就是邓紫棋张碧晨,之间肯定还有挺多不知名的,这么一说来华晨宇也太扎了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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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